最后其实还有这个显示出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标题我要再加 然后这个底下这个东西不要 那怎么改 其实当然我们其实程式如果已经写到差不多 我们可以这个把它删掉 我们重新再来过 那所以这一段程式我可以把它怎么样 可以把它复制 或者把上面名称改一下 这个就圆形图的聚集 把这一段程式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呢 放在刚刚的那个程式的下方 也就是先绘制出直条图之后呢 产生圆形图 最好是增加一个注解 这个是一好了 这个是一 第一个图 这个是二好了 产生圆形图 然后所以先画一个直条图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绘制这个圆形图 这个基本上也没问题 只是说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更改 需要修改 不过有些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 在那个我的这个程式上上面这边 有个with and chart 有没有 那为什么需要with and chart 当你不加也没关系 主要的原因你会发现 这个录制下来的active chart 有没有 这个又active chart 它开头一堆都是active chart 其实重复太高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今天希望 假如希望简化程式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with这个active chart 然后你可以把底下的这个 有没有 active chart 一样的名称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说呢 以后你只要保留一个物件名称 当然前面一定要with 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 他就知道 你这个只要是点前面没东西 那我就会自己去with后面抓那个东西 放到这边来 ok 那其实selection也可以啦 比如说这个地方 selection看需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话 再把它加 再把它这个 把它做一样的变 记得有with的话 底下一定要叫endwith 这个第一步 也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你的程式做一些简化动作 但是如果不做可不可以 当然不做也没有关系啦 ok 那第二个的话 还有哪些地方要变更 我是建议 后面这个 这个source后面这个range 它这个地方会多一个哪一个工作表 我是觉得工作表 其实可以把它删掉没关系 因为反正就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甚至这个前面这个什么 前的符号 这个不加也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是绝对路径 只要写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它不改也ok啦 只是说改了 我觉得会比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些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我希望标题 像刚刚run完之后 你会发现 那个标题上面 它就合计两个 可是我如果希望像这个一样的话 那甚至你可以拿什么 拿上面这个程式 有没有 这四行 有没有title 有has title 等于true 然后呢 title叫什么 大小多少 颜色多少 甚至最后有个has selection 这个是要不要图例 那刚刚有 可是我如果不要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也可以借过来 所以你可以借上面 这个程式的后面的总共五行 你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with的上面 贴上去 那基本上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像刚刚那个标题的部分 没有 没有变更 我现在变更 所以这里的话 我先把它中断到这里 让它跑到这里 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停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刚刚改的 有没有 不过这一行不写 没关系 它预设就有了 然后把它自改 有没有 然后把它自放大 另外把颜色变更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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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借过来 然后呢 再把底下这个东西去掉 这个叫 Legend 然后等于FORCE就关掉 有没有 这样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 你如果没有程式 没关系 可以用录制的 录制完之后 你再把它简化 不需要的删一删 我刚刚有删一些东西 大概一些要点 大概就这样子 其他像折线图 或者是泡泡图 或者是什么散布图 如果你要弄 也是一样的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 OK 然后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这地方绘图 你再产生一个按钮 它就OK了 那最后呢 我如果要删除图的话 删图怎么删 这边的话 我把它先 它这个还在中断 把它全部执行完 那最后的话呢 删图 非常简单 程式只有三行 这三行其实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的话 云端上也有 那这个删图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 先检查一下 目前的工作表里面 有没有那个什么呢 叫做Char Object 没有 其实Char Object 意思就是那上面的图啦 上面意思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图 那点Count的意思是说算一下几个 如果大于零的话才就要删除 为什么 如果你假设里面完全没有图 你要删 那程式会发生错误 所以外面一定要包一个逻辑判断 先判断一下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图 如果是大于零 意思是说一个以上的话 才需要去删除 不然会发生错误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我把它执行 这边有两个嘛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按一个删 它就全部删掉了 这一行这个程式的话基本上 意思就是把你画面上全部的图都删掉 但是未来如果你只是想要删其中几个 那程式可能要另外写 可能要改写了 OK 最后的话上面我再加两个按钮 所以可以变成这样子 一个两个然后三图 所以未来你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第一个资料不一定是台北市的那个住宅窃盗 你可以拿别的 OK 一样要爬虫 反正就爬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绘制图表 那绘制的话 当然你可以左边右边一个 或者上下一个也可以 反正你就可以 甚至你可以往下多放几个 反正主要就是说让人家一目了然 知道说有哪些这个不同的面向去观察 数据的这个视觉化结果 因为视觉化很好处就是说一目了然 一看就知道了 治安最差就中三区 再来就四里 有没有 那其他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变更 像这边 之前我们是用人工的方式绘制的 也许你们也可以把后面的像那个哪一条路上的 也可以把它绘制一个直条图练习看看 其他还有什么时段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呢 可以再绘制这个就是直条图里面再加百分比 其他也都或者是你其中报告我发现同学做得蛮好的 但是他那个图都是自己手动的 也许你可以再演练一下 相关的范本基本上都在云端上面也有 所以特别注意路市的重点我这边有写了 其实主要就改这四个参数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改成Wis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变化 把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请各位把那个这个台北市的那个住宅切到点位这个部分 增加两个东西 一个是爬虫 简单爬虫 那学校这边如果爬不到你们可以换个地方 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 他学校设定就把它封锁了 不过你如果换到别的地方应该是OK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绘制图表 那今天的作业的话 就是这两个部分 你们就是自行再把它完成